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这节产业快讯 宏基是看好了日本手机需求显现 也携手当地上市通路商 就对方高达上千家的据点实力 开卖自家的手机 这让集团全球的智慧型手机版图 扩大到54国 宏基强调未来不只要重销售量 还要加速利用服务和整合性 强化和客户的关系 出席华人幸福创新论坛 宏基荣与董事长石正荣与龙银言论高层排排站 演讲时心情看起来很不错 在全球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环境下 他多次强调国内企业转型重要性 想要在企业转型浪潮中打先锋 展望科技产业发展 他认为物联网所带动的软硬体商机 绝对不容忽视 尽管市场预期今年智慧手机将朝向中低价倒向 恐将冲击各大厂毛利率表现 但是阵容认为 一辆制价反而更能有效提升获利空间 价格低是整个科技业应该要努力的目标 如何创造更高的一些附加价值 反而是更关键 另外也看好日本快速成长的电话虚拟网路营运商 以及手机新卡限制解除政策 与当地Bookoff集团签署合作协议 要借由对方高达千家据点实力 开卖自家手机 也让集团在全球手持装置版图 正式扩大到54国 福祉宣承介维台北报道